南極中落台不重要 我們的農民要照顧 比較重要 南極中落台不重要 我們的農民要向前行 比較重要 所以毫年一月十三 要選的 是選對這個土地有進黨 的立法委員 對這個國家 通用 向前行 有了解 有讓台灣走出家裡的總統好選人 所以在這裡 大家要憑我 的共同 大家因為說台灣農民要再交往 農民要再向前行 是不是拜託大家 一月十三七七六千 總統好嗎 好 我想 柯文哲市長這樣的講法就跟 過去許多的網路帶風向 批評農業部 許多的政策 都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這裡還是要特別的強調 我們所有農民都知道農業部做什麼 我們所有農民會往前走 所有的農民 團體也都清楚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不管大選怎麼紛擾 其實國家只要是正面的政策 我們呼籲所有的候選人 都要來支持 這樣國家才可以往前走 那時候同一輩人 用到一樣的手法 用抹黑的方式 攻擊我們的陳吉仲部長 我是覺得夠了 這種政治的攻擊 沒有用 我們實實在在為農業打拼 實實在在為我們的農民 在認真努力 不夠農民站出來 幫他發聲 攻擊 請農委會主委來對 最好的部長 我們現在 是不是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 我們最大的部長 最強的主委 我們陳吉仲部長的握抱 陳吉仲部長的握抱 陳吉仲部長的握抱 陳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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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有的部長的鄉親和 鄉外鄉親時代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加油 其實大家知道 我跟英靈都從政策來 英靈在鄉下握手 你看我這麼黑 我為隊 我為平東板單來 我就跟中華一樣 以前 路偏家 我都叫黑棧水家 我們都客博 以前 包括民道 寇粿 羅盛 勃粿 都要經過 我們跟英靈一樣 對農民的心 永遠放在第一領 在這裡來大家報告 要替農業 要替農民 來到照顧 但是有時 環境很複雜 我在這裡 來大家報告 英靈 我熄了很久 他都叫我老師 有什麼叫我老師 因為過去 我們為了中華 農民 在用水 不要讓人手機 英靈站出來 不是這樣 英靈在北洋的時候 現在所有做的工作 都是英靈做中堅禮的時候 做出來的選擇 大家知道嗎 台北新北的消費者 這些水果的地方 一直都很不安全 是英靈做中堅禮的時候 用先進的支撲與快篩 四點鐘 農業的檢查出來 現在這些都全部是安全 現在白龍第一次 地位改善 都是英靈做中堅禮的時候 英靈做中堅禮的時候 設計 所有的農民都只是他 我聽到 我聽到 去高雄厭爪 剛才沒來 三十五年 他在白龍那裡 照顧農民 在白龍那裡 照顧消費者 但是想要怎麼樣 大家也知道 所以在這裡 心想要我等到 拜託 我們要向英靈一個公道 好嗎 好 拜託大家好嗎 好 每年一月十三 讓英靈 激烈歡迎 替我們所有中華鄉親 替我們全國的農民 非民打拼 讓他高票 都算好嗎 好 拜託大家好嗎 好 其實我是 我老老老老老老老大 我老老老老老老老 前往致美國獲獲獅 我在這裡真的 沒看過 像民進黨政府這樣 有法董用一個 政策的事實 我無東無壞 我又無背景 可以讓一個政策的事實 到台北做法會收賊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百分之百 一定要拿漏民的色彫 你看我們中華多少 多放不的 多少啦,都有財產局生做的地,都不可以參加農保耶 現在我們可以參加農保,不是這樣 農保是30年前,35年前,我們的農民站到街頭這麼牽手 30幾年來,保育會不在增加 30幾年來,不在替我們農民增加這個鳳梨 但是蔡英文總統,剛才領的政府,現在農民增加3分 15萬3比30萬6,不是這樣,做事受傷了 這裏都說國有勢,現在不必,農民增加15塊一個月 半年90塊,做事受傷,去白衣,沒丟致去白衣,一天可以領900塊 半年六,沒人做事,一天可以領460幾塊 至少我們去增加,一天漏我都,過生我 這就是我們的農民這件10海保險 已經超過30幾萬的農民,那做,不是這樣 年輕人要回來做事,因為沒有補充嘛 蔡英文總統,要求農業會 農業部,這件農委會 要有提供金,在這裡大家報告 你要有四歲,做事 30歲,加進農報,加進提供金 65歲,做雄行,還可以做事 大家知道這幾個月你們要看到嗎 你們要超過3萬千耶,要割4萬耶 還可以繼續做事 這就是我們的負責金 不是這樣,都要看天吃飯 現在有農業保險 農業保險,就是不可以讓農民 不應該負擔的方向 其實這樣很多好朋友,不敢 大家,很辛苦 在這裡是不是讓農家中大家拜託 農家中落台不重要 農民要照顧,比較重要 農家中落台不重要 農家中要向前走,比較重要 所以每年1月13日 還沒選的 是選對這個土地有進黨 會讓法委員 對這個國家 風雄 向前走 有了解 有辦法讓台灣 走出家裡的總統好選人 所以在這裡 大家要憑我的共同 大家因為說台灣 農民要照顧得更好 農民要向前走 是不是拜託大家 1月13日 七七六千年總統好嗎 好 好 什麼 英靈 這件 這件 我知道很辛苦 因為中華裡面 沒那麼簡單 英靈雖然 有心要好好替所謂 中華鄉親和母 但是 條件很多 在這裡是不是拜託大家 我們聽了 就是讓我們的事實說 讓我們的電郵說 讓我們的出面 隔離說 大家 每年1月13日 出來支持我們的委員 讓我們的中華鄉前走 拜託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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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吉仲 陳部長 陳吉仲 陳吉仲 陳部長 陳吉仲 陳部長說 台灣 都要向前走 每年1月13日 總統支持 路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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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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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倒下去 那有25000元 我們倒下去那一項 但是我們開了 口蹄衣 現在拔針啊 那會做做 他們收掉啊 從外小到外面 外小到惡門 不是這樣 農民一直有土地 昨天那個 柯窩人那邊的那個 那邊的一個 住堂會對不對 他們說 陳部長住的最差啦 後來農民說 其實是你住的最好 你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農民替你說話對不對 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台灣農民民是最重感情 他知道我們跟台灣農民民是好朋友 我們過去所有所做的 不管三保一金的福利政策 能力自動化 甚至開闊新市場 我們所有農民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選舉的時候 有這些的紛紛擾擾 那我非常感謝所有的農民 那站出來肯定農業部所做的一切 那更重要的是 我要在這裡呼籲所有的 全國的所有的人民 要了解 那到底哪些的政黨 才是紮紮實實在做事情 那哪些只是在用 所謂的敲言華語 那在所謂的 來對社會大眾做這些 所謂的不死的這樣的一個干擾 那我們比較更在乎的是 像我跟英靈 那不管我們的個人的位置怎麼樣 那我們的心都系在農於民 都在農於月 我們期待可以讓農於月往前走 可以讓農於民獲得更大的照顧 這才是我們更需要的 你覺得柯文哲這樣子很謾罵的話 覺得說好像你做的最差 你對他這個人的講法 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 我想 柯文哲市長這樣的講法 就跟過去許多的網路帶風向 批評農業部許多的政策 都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這裡還是要特別的強調 我們所有農漁民都知道農業不做什麼 我們所有農業會往前走 所有的農漁民 農漁民團體也都清楚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不管大選怎麼紛擾 其實國家只要是正面的政策的 我們呼籲所有的獲選人都要來支持 這樣國家才可以往前走 因為你支持農業已經很久了 你覺得這幾年來的話 你覺得哪個部長做得最好 我想大家都看到 我們的陳吉仲部長 在他的任內 推動了非常多的農業的改革 他也是我們農民說 最照顧我們農民的農業部長 所以這是很清楚的事情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說 他那時候被罵的時候 他會不會感覺好像是你之前在北農的心情 清靜的感覺 那時候同一輩人 用到一樣的手法 用抹黑的方式 攻擊我們的陳吉仲部長 我是覺得夠了 政治的攻擊沒有用 我們實實在在為農業打拼 實實在在為我們的農漁民在認真努力 他下來之後 然後你們就這樣農民很多都記得 就是抱怨或怎麼樣 我覺得說他做得很好 或怎麼樣 對啊 我最近這個紅胎小犬颱風 剛好過的時候 如果我去訪市 我們的農藝民說 如果是陳吉仲部長 就在這裡 他一定是最照顧我們農民的這個部長 大家都有在我說這個心聲 我說沒關係 我們雖然部長落台了 但是我們也是要堅持 繼續向前走 繼續向前走